字幕君 柯俊東於7日朝生了Au的演唱會被不少觀眾目擊 所以他也在社群發文寫道 我的心正在為Au而震動 然部分網友批評他買了演唱會前排的座位 卻沒有參與應援 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對此柯俊東親自發文回應了網友們的批評 他在文中寫道 單純喜歡你的演戲表演遠遠不夠 原來喜歡跟崇拜一個人 需要學習的還很多 抱歉我會努力學習 接著他再度道歉表示 不知道練習應援 事件到夢中偶像的必要條件 承諾自己會去學習 柯俊東也難得發出長文 希望世界多點理解、尊重、相愛 我們都應該多跟不理解的一方 多理解、多學習 少點仇恨、少點謾罵 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雖然看Au演唱會被罵翻 但他仍開心表示 這場演出給了他很多啟發和醒悟 自己願意給1萬次6800元 只顧自己直接從劇粉變粉絲了 我帶給你我… 那你會改給你的